大家好,现在11月呢,基本上大部分在冬春开花的南花的这个时候都已经长出花芽花蕾了的 但是呢,可能会有一部分在阳台养护南花的花友会发现的南花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进行花芽分化 那么说明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个时候啊,大家可能也进行了控水,足够的光照,还有足够的凝甲肥 但是南花就是不花芽分化 那么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温差 因为南花它进行花芽分化了,也是需要有足够的温差来促进它花芽分化的 如果温差不够,那么它也是很难开花的 那么我们在阳台养护南花到底应该怎么来增加它的这个昼夜温差呢? 其实这个昼夜温差就要靠我们人为来调控了 怎么调控呢? 首先我们在晚上,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开窗 然后增加这个空气的对流 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呢,室内的温度比室外的温度要高的 那么我们开窗增加了这个空气,这个通风,还有透气性 那么的话可以适当的降低你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那么可以增加这个昼夜的温差 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在半网的时候给盆土浇水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给盆土浇水呢? 因为浇水的话呢,可以适当的降低盆温 但是呢,大家要注意,我们浇水不能够过多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要控水来进行花芽分化 如果你水浇的过多的话呢,是不利于它的花芽分化的形成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在盆土里面呢,浇上一点水来降低盆土的温度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喷水 这个时候喷水的话,不建议大家直接往页面上面喷 我们喷的话呢,就是直接往你的这个花盆,盆土的这个周围 也就是地面给它进行喷水降温,降低这个环境的温度 而且还可以在这个盆壁上面呢,给它喷喷水降低你的这个盆土的温度 那么采用这几种办法就可以让盆土的温度,还有环境的温度下降 那么和白天的这个温差的话呢,就可以逐渐的拉大 那么这样拉大之后呢,它就能够很快的进行花芽分化 然后呢,长出花蕾出来了 当然呢,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我们大家还要注意给它充足的橙色光照 然后喷湿适当的拧甲肥 比如您刷清甲来促进它花芽光环 那么在阳台养护的兰花呢,基本上都是可以开花的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见 然后呢,我们下期见